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文的课程中,欢迎学习简明法语教程。 所以呢,接下来被警交代, 33号房间里的电话响了起来, 那sonner呢,在这里是一个不急物动词, 表示某样东西响起来了, 电话铃响起来了, 那sonner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用作一个急物动词, 比如说上节课里老师给大家唱到的那首, 法语版的两只老虎,里面就有一句 sonner les matines,sonner les matines, 叮当当,叮当当, 那sonner在这个地方呢,用作的是急物动词, 表示敲响,敲响成经的钟, sonner les matines, 所以sonner这个动词的用法呢,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下, 在我们课文当中,做的是不急物动词, le téléphone sonne dans le chambre 33, 33号房间的电话响起来了, Isabelle décoche, décoche是一个动作, 那么大家可以猜一下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动作呢, 其实这句话里面呢,省略掉了一个冰语, 应该是Isabelle décoche le téléphone, 那么décoche是怎么样的一个动作呢, 非常简单了, 就是把电话的听筒拿起来, 这样的一个动作叫做décoche, 其实它的本意呢,指的是有一些挂在钩子上的东西, 你把它取下来, 这个动作叫décoche, 那么我们接起电话的时候呢, 和这个动作也是类似的, 把这个电话听筒从那个钩里面取出来, Isabelle décoche le téléphone, 她把电话呢, 接起来了, 接起来以后她说什么呢, hello, 非常典型的一个电话上的问好的方式, 也就是喂, hello, ici Pierre, bonjour Isabelle, 这边给你打电话的呢, 是Pierre,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表达, ici Pierre, ah Pierre bonjour, comment vas tu, 这是一段例行的, 寒暄了, 你够得怎么样呢, cela m'a fait plaisir de voir Nicole hier, 昨天呢, 我到你家去了, 我见到了 Nicole, 感觉非常的开心, 那所以这里用到的句式呢, 也是和名词Plaizir有关的一个用法, cela me fait plaisir de faire quelque chose, 做某事非常的开心, 而且呢, 她这一句话陈述的也是一个昨天的事情, year, 已经完成了的事情, 所以呢, 在这里用到了复合过去时, cela m'a fait plaisir, 这一下啊, 这个 faire, 虽然看起来和cela me fait plaisir里面长的是一样的, 但是, 我们要能够看出来, 在这句话里面, 它是一个过去分词了, cela m'a fait plaisir de voir Nicole hier, 我昨天见到 Nicole, 非常的开心, j'espère bien te voir aussi, Pierre说, 我也很想见到你啊, 这里也是用到了espérez faire, 想要做某事, 希望做某事, j'espère bien te voir aussi, Thomas est là, Thomas在吗? oui, mais il dors encore, 他呢, 再是在的, 不过呢, 还在睡觉, 这里就用到了我们上一节课里面, 刚刚学到的那个变位动词, dormir, dormir, 再来巩固一下它的变位, je dors, tu dors, il dors, elle dors, nous dormons, vous dormez, il dorm, elle dorm, 所以这里是, il dors encore, 我们也不会说, il se couche encore, 因为 dormir表示的才是睡觉, 这样的一种状态, il est un peu fatigué, 他呢, 有一点累了, fatigué, fatigué, 形容词表示疲惫的, 劳累的, il est un peu fatigué, 他有一点累了, alors, ne le rêvez pas, 那就不要叫醒他了吧, 这里用到的是一个否定的命令是, ne le rêvez pas, 看一下Isabelle是怎么回答的呢, si si, 那他是想要表达什么呢, 是说, 啊, 我不会去叫醒他的, 还是我一定要去叫醒他呢, 嗯, 那我们回忆一下关于si的用法, 之前学到的, 他可以对否定的疑问句, 做肯定的回答, 对不对, 嗯, 那其实呢, 他不仅是可以对否定的疑问, 疑问句来做回答, 他对于任何否定的句子呢, 都可以做肯定的回答, 比如说像这里, Pierre说, 你不要叫醒他了吧, 那Isabelle呢, 对于这个否定的命令句, 做了一个肯定的回答, si si, 虽然你说了别叫, 可我还是得叫醒他呀, si si, il sera ravi de t'entendre, 他一定会听见你的声音非常开心的, il sera ravi de t'entendre, 首先我们看一下, ravi是一个形容词, 表示开心的, 那如果我说, il est ravi de t'entendre, 大家一定很好理解, 就是说他很高兴能够听到你的声音, 那这里的serat是什么呢, 大家应该不难猜到, 他也是动词être的, 某一个时态的变位的形式, 那是哪一个时态呢, 其实这是一个将来式的时态, 意思是说, 我还是得把他叫醒, 他听到你的声音呢, 会非常的开心的, il sera ravi de t'entendre, 那关于将来式的学习呢, 我们现在还没有接触到, 所以这里理解一下就可以了, sera是动词être的, 简单将来式的变位形式, 好,那么Isabelle呢, 就去叫Doma了, Doma, Pierre au téléphone, 是Pierre打来的电话, Salut Pierre, tu va bien? Ca va et toi? Tu ne te sont pas très bien? 我过得是挺好的, 那你呢? 你好像不是很舒服的样子呢, Tu ne te sont pas très bien? 这里用到的是哪一个动词呢? 也是上一节课里面练习过变位的, se sentir, se sentir, 那同样的, 还是来巩固一下它的变位, je me sens, tu te sens, il se sens, elle se sens, nous nous sentons, vous vous sentez, il se sente, elle se sente, 那 se sentir bien呢, 指的是身体感觉还不错, 感觉挺舒服的, 不过这里呢, 用到的是否定的形式, Tu ne te sens pas très bien? Ne pas放在带词式动词 se sentir的两边, 你好像不是很舒服吗? Oh, ce n'est pas grave, 没什么大问题的, un peu fatigué, c'est tout, 我只是感觉有一点累而已, 毕竟坐了这么长时间的飞机, 到这边呢, 有去rentre visite à des amis, 去拜访了很多的朋友, 所以呢, il est un peu fatigué, c'est tout, 也仅此而已, 没有什么其他的不舒服的地方, d'où m'appelles-tu? 你是从哪里来给我打电话的呢? 注意这里为了突出从哪里, 这样的一个方向性, 我们的提问呢, 要把这个介词de也带上, d'où m'appelles-tu? 那类似的问句, 我们以前学过的, 还有一个, 大家记得吗? 你从哪里来呢? 同样的, 也是要表达出从, 这样一个方向性的动作, d'où viens-tu? d'où viens-tu? 你从哪里来呢? 那d'où m'appelles-tu? 你从哪里打来的呢? Pierre说, de mon bureau, 我是从我的办公室给你打的电话, je voudrais bien vous voir tous les deux, 我呢, 非常想和你们两个都见一面, 这里也是使用了一个表达意愿的, je voudrais, 我很想做某件事情, 也是比较委婉的一个语气, je voudrais bien vous voir tous les deux, 这里的t'où les deux, 是做一个同位语, 表达, 你们两个人我都想见, 不是仅仅想见一个而已, je voudrais vous voir tous les deux, est-ce que vous êtes libre demain soir? 你们明天晚上有 coma? est-ce que vous êtes libre? 这里有一个细节的地方要注意, 因为他是想要见Doma和Isabelle两个人, 所以这里的vous指代的是你们, 而不是您, 因此后面的形容词libre, 也应该是表示两个人的复述的形式, est-ce que vous êtes libre demain soir? demain soir? oui, alors on va dîner ensemble? 那么我们就一起出去吃饭吧! oui, c'est une bonne idée, 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 Isabelle adore la cuisine française, Isabelle非常的喜欢法国料理, 那是谁不喜欢la cuisine française, 可是世界文明的呢? adore, 非常喜爱的, 钟爱的, 所以呢, 这一个约会就这样的fixer, 定下来了, 那Pierre说, on vient vous chercher vers sept heures et demie, 那我们就大概七点半左右的时候, 来接你们吧, venir faire, 来做某事, on vient vous chercher, 我们来接你们, 那我们可以看到, chercher这个动词呢, 可以表示去接某人, 那他一般会和venir或者aller连用, 表示来接或者去接, on vient vous chercher, 我们来接你们, vers sept heures et demie, 大约在七点半左右, 这个ver呢, 又是一个新学的借词啦, 它表示, 接近某个时间, 将近七点半的时候, vers sept heures et demie, 嗯, 那Thomas说什么呢, oh zut, 哎呀, 糟糕了, 这个zut呢, 我们曾经学过, 它是一个interjection, 一个语气词, 那之前我们学到, 它可以表达p, 那在这里呢, 它表达的是, 哎呀, 坏了, 糟糕了, oh zut, j'ai oublié, 我给忘了, j'ai rendezvous avec un journaliste du monde, 我和一个世界报的记者呢, 约好了, 可能是要进行一些采访, 那在这句话里面呢, 我们就会看到, avoir rendezvous avec quelqu'un, 这样的用法, 同样的, 还是提醒大家注意, 不要在rendezvous前面加上贯词, 它是一个固定的用法, j'ai rendezvous avec quelqu'un, j'ai rendezvous avec un journaliste du monde, le monde, 是我们法国非常重要的一个报纸, 叫做世界报, 它也是非常有国际影响力的一个报刊, 那因为这个报纸的名字就叫, le monde, 它是自带贯词的, 所以呢, 一个世界报的记者, un journaliste du monde, de和le, 还是要所有合成du, 嗯, 这个domain呢, 也是比较糊涂了, 忘记自己有这样的一个约会, 那Pierre说, ça ne fait rien, 没关系啦, on peut se voir après demain, 那我们可以后天再见, demain, 明天, après demain呢, 就是后天啦, nous pouvons nous voir, 那他在考虑, 我们定几点比较好呢, après demain, d'accord, 后天, 好的呀, à 7h30 ici, 也是7h30在这里吗, c'est entendu, 就这么说定啦, et je vous emmène dans un bon petit restaurant, 让我带你们去一家, 味道非常不错的小餐馆, un bon petit restaurant, 好, 那我们看这句话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动词, omene, omene, 他也是一个第一组动词, 对不对, 但是他的变位呢, 同样的, 因为倒数第二个音节里面有这个轻音, e, 所以呢, 在某几个变位当中会做出一些改变, 那他的变法是怎么样的呢, 在这个e上面加一个accent curve, 把它变成一个重音, et, j'emmène, du omene, il omene, elle omene, nous emmenons, vous emmenez, ils emmènent, elles emmènent, 那么omene这个词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 那我们可以首先认识他的词根mene, mene表示带领, 或者引导向某个地方, 比如说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谚语, doulishement menethrom, 所有的路呢, 最终都是通向罗马的, 也就是条条大路通罗马, doulishement menethrom, 所以mene表示在前面带领, 或者引导向某个地方, 那么omene呢, 加上了em这个前缀, 我们注意一下, em这样的一个前缀呢, 可以表达离开这样的一个动作, 所以呢, emmene表达的是带走, 那一般来说他的宾语是一个人, 带走某人, je vous emmène dans un bon petit restaurant, 我会把你们带去一个很好的小餐馆, 那和他相反的呢, 我们还可以加上a这样的前缀, 他和on的意思刚好相反, 表达的是来这样的一个动作, 所以我们也有amene, amene就是带来, 比如说我们看一个例句, puis je amene un ami à votre soirée, 我可以带一个朋友来参加您的这个晚会吗, 我可以把他带过来吗, 所以呢, 我们可以理解一下amene和amene, 这两个动作趋向相反的动词, 也可以一起来记忆, 那当然了, 它们的变位形式呢, 也是一样的, 如果是amene, jamen, jamen, ilamen, elamen, 我们变名, 我们变名, 你变名, 他变名, 他变名, 好, 那我们这一课的课文呢, 大家看下来应该也是觉得比较简单的了, 所以呢, 接下来还是再听一遍录音, 然后完成课后的一些练习。 Text Au téléphone Pierre le mari de Nicole téléphone à Thomas il veut inviter Thomas et Isabelle au restaurant Au tête de l'étoile je vous écoute je voudrais parler à monsieur Thomas Martel chambre 33 s'il vous plaît ne quittez pas je vous le passe le téléphone sonne dans la chambre 33 Isabelle décroche Allo Ici Pierre bonjour Isabelle Ah Pierre bonjour comment vas-tu cela m'a fait plaisir de voir Nicole hier J'espère bien de te voir aussi Thomas est là ? Oui mais il dort encore il est un peu fatigué Alors ne le rêvez pas Si si il sera ravi de t'entendre Thomas Pierre au téléphone Salut Pierre tu vas bien ? Ça va et toi ? tu ne te sens pas très bien ? Oh ce n'est pas grave un peu fatigué c'est tout D'où m'appelles-tu ? De mon bureau Je voudrais bien vous voir tous les deux Est-ce que vous êtes libre demain soir ? Demain soir ? Oui Alors on va dîner ensemble ? Oui c'est une bonne idée Isabelle adore la cuisine française On vient vous chercher vers sept heures et demie ? Oh zut j'ai oublié j'ai rendez-vous avec un journaliste du monde Ça ne fait rien on peut se voir après-demain ? Après-demain d'accord à sept heures et demie ici ? C'est entendu et je vous emmène dans un bon petit restaurant Alors c'est tout pour aujourd'hui 今天的内容 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节课 再见 Salut Sous-titrage Société Radio-Canada Mer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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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rci